那么东方除了连战之外 我们知道这一次外界也非常关注 其实许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都没有出席这一次的大阅兵仪式 那么就在这个时刻 我们刚刚在新闻里也报道了 美国方面宣布正考虑 要对中国的个人或企业 针对网络间谍行为 来采取制裁的措施 这对于在北京的大阅兵的气氛 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 是的 那么今天新闻中心陆续发表了 外国领导人已经接机的报道通知 那么我们看到一些小的国家领导人 已经到达了北京 那么今天晚上习近平 也陆续的会见了他们 由于美国 欧洲等中国抗战的 主要盟国领导人缺席 所以这一次参加阅兵的 重量级的人物 政客和领导人只有四位 一个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一个是捷克总统泽曼 另外呢是韩国总统朴景慧 还有这个韩裔的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 普京呢是明天下午抵径 三号晚上离开 朴景慧一二也是明天启程 那么阅兵完了以后呢 还要去上海 所以中国媒体呢 评价说的朴景慧啊 是女中豪杰 那这次能够顶着美国的压力 到北京来参加阅兵 令人这个感叹 说明呢 这个中国文化和中韩友谊啊 是交流的成果 那么韩基文呢 这次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出席 令一些中国的网民呢 感到意外 因为他不但是联合国秘书长 还是连韩国的前外交官 所以呢 有些人认为呢 他代表联合国是表象 代表韩国恐怕才是核心所在 那么阅兵前夕 白宫决定在近期内 对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的行为 进行制裁 最快可能在两周内实行 那么这次制裁的打击范围 相当广泛 时机也非常的微妙 因为两周内实行呢 几乎就等于是在这个习近平访问前 很必要进行这次制裁活动 所以呢 这项最新的进展 给错综复杂的美中关系 带来